大家好,主播慷慷有余在节目开始之前和您确认是否已订阅本频道且打开小铃铛,这样有任何新内容发表时就可优先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美国处理器大厂英特尔日前在一场现场展示中,首次公开了基于英特尔18A制程的非X86构架的SOC参考设计,宣示该制程节点将不再局限于自家处理器。 未来将支援ARM与RISC-5构架,意图扩展至其他类型的晶片设计代工市场。 据海外媒体WCC-FTECH报道称,英特尔展示的这款参考SOC采用七个核心的混合构架,效能型、优化型与高效型,并整合来自第三方的PCI-IP与控制器IP。 现场可以顺利执行3D游戏,动画制作与4K串流播放等多项工作负载。 同时,英特尔也宣布开发工具VTune Profiler以优化支援非X86SOC,以提升CPU资源利用效率。 从目前释出的讯号来看,英特尔依然还是希望,利用其目前最先进的Intel 18i制程来与台积电、三星等厂商在晶圆代工市场展开竞争。 目前,Intel 18i的潜在代工产品,包括苹果M系列晶片、高通骁龙行动晶片与辉达Grace CPU等,而这些正是长期由台积电代工的高阶客户。 英特尔选择这些目标并非偶然,因为当前ARM构架在行动运算与高效能运算应用的施占率持续提升,苹果与高通在行动处理器市场的地位几乎无可撼动。 另一方面,开放指令机构架Risk 5近年也快速崛起,凭借开放可客制化、低功耗优势,已成功打入AI加速器、物联网与边缘运算等新兴市场。 这也解释了为何英特尔基于跨平台,在下一波非X86,晶片设计浪潮到来前,先行布局多元生态系,才能在战场上争取一席之地。 然而,业界普遍认为,英特尔此次展示对其晶圆代工产业的实质影响有限。 真正的关键仍在于,英特尔自家基于Intel 18A制程的产品的量产良率与稳定性。 而英特尔至今尚未公布确切数据,因此难以与台积电2奈米制程进行直接比较。 英特尔此举更像是向市场释放讯号,表明其尖端制程具备跨平台能力,可以为未来客户提供更多选择。 但能否真正与台积电在高阶晶片代工市场竞争,仍取决于后续的量产进度、量率表现与客户采用情况,短期内存在不确定性。 在此背景之下,据彭博社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川普政府正在与处理期大厂英特尔公司进行谈判,希望通过美国政府入股英特尔的方式,来帮助这家陷入困境的晶片制造商,以支持该公司扩大在美国国内的半导体制造能力。 知情人士表示,这笔交易将有助于支持英特尔计划在俄亥俄州投资建设的晶圆制造厂。 英特尔曾承诺将其位于俄亥俄州的晶圆厂,打造成世界上最大的晶片制造工厂,但随着英特尔陷入财务危机,该计划一再被推迟。 早在2021年,英特尔就宣布将在俄亥俄州的Laking County建造两个尖端的晶片制造园区。 英特尔最初计划在2025年完成其俄亥俄州晶圆厂的一期工程。 然而,随着英特尔财务危机爆发,以及市场需求也存在不确定性,使得英特尔将第一阶段工程的完成时间推迟到2027年或2028年。 现在,英特尔公司认为,它只需要在2030年及以后才需要在俄亥俄州的晶圆厂。 报道称,规划建设的园区将占地约1000英亩折合4平方公里,最多可容纳8家半导体制造厂,并为支持营运和行业合作伙伴提供空间。 英特尔此前估计,全面开发该园区需要大约1000亿美元的投资。 第一轮投资定为280亿美元左右。 资料显示,英特尔于2022年开始了俄亥俄州新晶圆厂的建设工程。 从那时起,该工地的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去年10月,英特尔俄亥俄州副总裁Jim Evers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当时建造一期工程的相关基础设施已投入超过500万工时,地基及地下室现已完工。 团队随后将把重点转移到建造主要楼层上。 截至2025年2月,据英特尔称,自施工开始以来,该工厂已经接受了36次超级负载,其中包括4次包含晶圆厂空气分离装置的超大型超级负载。 以投资超过640万个工时,涵盖地下管道等关键设施,办公结构也正在形成。 为了优化其制造足迹并提高投资资本回报,推动2025年总资本支出控制在180亿美元,在今年二季度的财报会议上,英特尔执行长陈立伍宣布,英特尔将不再推进在德国和波兰的计划专案。 并且,英特尔还计划将其在哥斯达黎加的组装和测试业务整合到越南和马来西亚的更大工厂。 此外,英特尔将进一步放缓俄亥俄州的建设步伐,以确保支出与市场需求保持一致。 另外,川普在所有三届总统选举中都赢得了俄亥俄州,但共和党人在2024年翻转了那里的参议院席位。 美国副总统J.D. Vance曾担任该州参议员。 前民主党参议员Share Brown明年将再次在那里寻求选举,使俄亥俄州再次成为竞选战场,尽管他一直稳步向共和党倾斜。 显然,川普政府希望通过入股英特尔来为其提供资金,以保障英特尔在美国俄亥俄州的晶圆厂专案能够继续实施。 这也符合川普政府持续推动美国本土半导体制造业的努力,同时也是维护支持川普政府的地区经济发展。 报道称,美国政府入股英特尔的计划,远于8月上旬川普总统和英特尔执行长陈立伍的一场会晤。 陈立伍曾在此前一份声明中表示,该公司坚定地致力于支持川普总统加强美国技术和制造业领导地位的努力。 其中一位知情人士说,这个想法就是让美国政府赤字入股英特尔细节正在整理中。 另一位知情人士警告说,这些计划仍然不确定。 英特尔表示,他们期待继续与川普政府合作,推进这些共同的优先事项,但他们不会对谣言或猜测发表评论。 美国白宫也没有回应置评请求。 目前,英特尔正聚焦核心业务,并通过大规模裁员减少建厂投资来削减开支,以期扭转当前所面临的财务困境。 此时,川普政府如果入股英特尔,将是对英特尔的有利支持。 同时,这也表明川普对于陈立伍的态度发生的根本性的转变。 要知道,就在不久前,川普还要求陈立伍立刻辞职。 值得注意的是,这并不是川普政府首次计划通过入股的形式,直接支持美国的关键企业。 此前,美国政府已经收购美国稀土生产商NPMaterials的4亿美元优先股, 这笔交易将使五角大楼成为该公司的最大股东。 据报道,川普政府的官员们正在考虑一种类似于NPMaterials安排的模式, 可能将政府股权与担保购买协议、贷款、私人投资和正式的公共部门合作相结合。 这样的一篮子计划,旨在让投资者对专案的稳定性充满信心, 同时确保纳税人的资金与战略成果挂钩。 总体而言,英特尔公司近来面临多重挑战, 包括大规模裁员,遭美国总统川普点名, 要求其执行长陈立伍辞职, 以及传闻美国政府计划入股, 都显示了英特尔目前所面临的困境,相当的不简单。 那么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扩论有余。 最后请一点赞,订阅。 这对侃侃有余是极大的鼓励。 谢谢。